对于有市民完成政府的免费检测后收不到结果通知 政府说正是完善电脑系统 尽可能在48个小时内发通知 有专家认为仍然未够 正义联盟发起人李思燕离世之后确诊 她和丈夫月初曾提交志愿检测样本净 但一直没有收到检测结果 医冠局旗后说曾经透过电脑系统 发短信通知阴性结果 但不成功 食物及卫生局深夜话 估计上个月底以来 大概有800多人接受政府的免费检测之后 未能收到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 对受影响的人表示抱歉 又说行常免费检测 由卫生署和医管局跟进 一直原用的做法是 检测情阴性的人不会获通知 上个月底开始逐步改善电脑系统 用电话短信将阴性结果通知市民 但更改电脑系统过程中出现技术问题 当局说会继续完善系统 尽可能48个小时内 用电话短信通知检测结果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认为当局不通知市民的做法 不可以接受 即使现在承诺会改善仍然不够好 他说内地当出现一个确诊者 就会找到过千个密切接触者 做大范围检测 都是几个小时就有测试结果 并完成隔离 背后需要有效动员和指挥 特区政府应该将防疫抗疫工作 放在疫情首位 由较高级的官员指挥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